據中國大陸中央氣象台數據,7月17日至19日 安徽六安、河匪及河南信陽等地部分地區降水300毫米至500毫米 六安育安區局部地區降水642毫米 財新網報導引述一名當地政府人員表示 19日下午20時左右,顧鎮鎮邊上的河堤潰壩 漫出的大水把鎮上都淹了 他稱,上游有兩個水庫洩洪,導致河水流量太大,所以才會潰壩 從7月19日下午開始,六安育安區顧鎮鎮告急 居民家中斷水斷電,無水無糧,全鎮1萬多人被困 救援船隻及人力嚴重不足 當地民眾指責當局洩洪被事先通知 造成安徽六安市顧鎮鎮被焉成孤島 7月20日下午,記者撥打顧鎮鎮手機及座機電話均無法接通 傍晚5點30左右才打通電話,但信號斷斷續續無法聽清 用禽裝飾一名男士表示自己正在現場救人 衣食住行的物資全都需要 顧鎮一名廢品收購老闆指責當局洩洪讓災情擴大 六安顧鎮一家體育用品公司老闆說 這裡通訊信號中斷了,需要皮滑艇 從高速公路可以進入鎮上,並且水還在漲 這裡是羽絨生產基地,廠家肯定都被淹了,都損失了 我所在的區沒被淹,只有皮滑艇能進來 現在被救出的人都集合在六河村 家人在顧鎮鎮的陳彥對大紀元表示 目前等待救援排隊的人太多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排上隊 他們家人有年紀大的能聯繫上,但還有些人聯繫不上家人 有些地方船進不去了,在水往下流的地方 普通的船上不去,還有很多地方沒有救援,需要吃的 陳彥說,她婆婆一個人住在佛安村部附近的家中 無水無電,很害怕 住在外地的余先生,家在安徽省六安市六安區故鎮鎮於堂村 家裡八個人,四個老人,四個小孩,都沒出來 她連忙從上海趕赴家中救人 她對大紀元表示,現在沒有電,沒有飲用水 水在漲啊,現在電話打不通 我們那裡停電了,沒有電,肯定就沒有信號 有一萬多人沒出來 余先生說,家人事先沒有接到洩洪轉移通知 下午三點鐘還沒有水,四點鐘水就開始慢慢的漲了 人都不能走了,很快的就不能出門了 記者還從當地村民了解到 還有好多地方沒有救援,甚至船隻進不去 人被困,沒吃沒喝,有些人已斷糧兩天沒吃東西了 在外的家人非常焦急 如紅都新村對面張竿超市旁邊巷子裡被困都是老人、小孩子 財富大街、鵝毛市場、水塔旁邊 天星超市旁的紅冰飯店等處都沒有救援 現場影片顯示,整個街道被泡在水裡,水流非常急 不少人站在二樓樓頂上等待救援 村民非常害怕當晚會繼續泄洪 也有村民打聽到消息說,19日當晚不救援 第二天上午繼續救援 7月19日晚間20時15分 疑似大陸歌手魏晨的歌迷在微博上發貼文 向微臣及外界求救 我的家鄉、安徽省六安市豫安區故鎮 絕大部分人還沒有出來 天黑了、沒電、通訊中斷 六安周圍誰能搞到衝鋒艇、救醫 能搞到速度聯繫電話18860414155派車去拿 直到7月20日凌晨,該微博還在發求救帖文 電話罐